你知道法国人为何如此爱吃蜗牛吗? 看了这个动画你估计就会明白了 曾经的法国人也有一段被蜗牛支配的恐惧 一起来看法国获奖动画《蜗牛》 十四世纪的法国人民曾经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们孤立无援 被困城堡 而包围他们的居然是伯更帝巨人 也就是俗称的巨型蜗牛 他们有着硕大的身躯 厚重的壳 凄厉的眼睛 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腐蚀性 号称陆地上爬行动物的霸主 法国人的哨兵发现伯更帝巨人正在向城堡移动 于是飞快地回城报告 城主在这里召集了大量的骑士 面对巨型怪物的大举压境 他表现得胸有城主 很快点击了军队 排在城墙上严阵以待 可是出现意料的是 蜗牛大军移动得非常缓慢 城墙上的士兵都开始无聊地打起牌了 蜗牛大军还是没有赶到 到了后半夜 一个士兵从睡梦中清醒 见到对方终于濒临城墙 他赶紧叫醒周围的伙伴前去应战 一个英勇的士兵站在城墙上振臂高呼 抽出两把封闭的长剑就砍向蜗牛大军 可是下一个瞬间 他就变成了蜗牛的晚餐 被腐蚀的连骨头都不剩了 城墙上的士兵意识到战局的严重性 于是掏出长剑刺向蜗牛大军 可是冷兵器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 法国人的后代都明白这一点 勃根地大军占领了城堡 曾经辉煌的文明危在旦夕 城主也被逼上绝路 身边的亲信全跑光了 就在这时哪里还容得他多想 捡起什么就往大蜗牛身上丢 于是他拿起桌上的海盐 就抛向大蜗牛 出人意料的是 刀枪不入的大蜗牛居然怕盐 当他的触角挨到盐后 立刻就被腐蚀溶解 蜗牛颗里一个劲的冒泡泡 周围的骑士看到这一幕 纷纷效仿城主 很快 法国人战胜了大蜗牛 城主再次成为人民的英雄 为了庆祝胜利 大蜗牛成了法国人的大餐 几个世纪过去了 人们对他们的喜爱和热度 丝毫不减 而蜗牛的种类也越来越小 再也没了曾经勃更帝大军的气势 看来法国人喜欢把曾经欺负过他们的人 当作食物 最终把他们吃得濒临灭绝 话说这蜗牛肉和田螺肉 是一回事吗 要是田螺啊 我还挺愿意尝尝的 你呢 看到气势磅礴的勃更帝大军 有没有一种食欲大开的感觉 本期就到这里了 欢迎你的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